既双式宠飞后,又一部高甜宠网络剧来袭,播出三个小时就破译。 国内近年以来,网络剧也发展越来越好,大受观众的欢迎,就比如去年播出的双式宠飞,这部剧是一部穿越剧,是改编于小说的,是一部甜宠文,这部剧的口碑也是非常好的。 还有就是2015年时候播出的太子妃生之际同样也是大受欢迎的,虽然这整部剧的画风都是挺清奇的,服装什么的都是很劣质的,但是也抵挡不住它的看点。 23号的时候,又有一部高甜的网络剧出世,这部剧同样也是穿越剧,这部剧也是根据小说改编的,这部剧不仅就是单单的穿越,这里面还结合了美食,里面的美食可是看得让人吃流口水。 虽然里面演员的演技有些尴尬,但是还是挺可以的。 这部剧的名字是叫《蒙七十神》,这部剧首播出后,在三个小时就已经播放破译了,足以看得出,这部剧的看点,剧情也是比较吸引人的,更重要的是里面的食物看起来非常的诱人,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,这部剧是在腾讯播出的。 主要是你们的组剧场,这部剧缘成员的原则,我们的支持者们。